台積電法說會在今天登場 法人關心AI的前景是否將面臨泡沫化 不過對此魏哲家對於AI的需求是相當樂觀 AI浪潮席捲全球 外資們在台積電法說會上特別提問 AI是否只是一場泡沫 對此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給予正面答覆 為著家看好AI未來發展 他也提到未來營運展望 可以保證接下來五年也會非常健康 而針對台積電毛利率不斷創新高 外資好奇是否已超車客戶 台積電也透過使用AI提升晶片良率優化製程 魏哲家強調AI需求是真的 更透露重要客戶表示需求非常瘋狂 隨著台積電釋出眾多利多消息 也交出亮眼成績表現 記者綜合報導